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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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我们邀请隋医生 跟我们共同来游园赏花 当我们步入到大自然当中的时候 真的是目不暇接 各种各样美艳的花朵 让我们赏心悦目 那您觉得哪些花是引起来 花粉过敏的主要元凶呢 其实花粉过敏的主要元凶 并不是像我们刚才看到的 桃花杏花礼花和这些遍地的二月兰 这些花的花粉颗粒比较大 我们称之为虫梅花 它们主要是通过小虫子 进行收集和授粉的 那么真正让我们过敏的元凶呢 主要是我们在自然界中 一些非常朴素的树木和草的花粉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的松树 柏树 那么这些树木的花粉呢 是量是非常大的 它们呢是经风传播 那么每到过敏剂的时候 大量的树木的花粉在空气中播散 就会引起我们过敏性鼻炎的发作 最近这段时间 到您门诊去看过敏性反应的 这些朋友患者是不是也特别多呢 可以说每年到这个季节 几乎门诊就是人山人海 每个医生的诊室 都会有大量过敏性疾病的患者 来进行就诊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到了这个季节 一个是花粉 另外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柳树的柳絮在飘 那么也就是花粉柳絮二连栈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漫天飞舞的雪花 是打着引号的雪花飘飞的时候呢 真的感觉我们的面部 包括暴露在外面的一些皮肤 都会有那种痒痒刺刺的感觉 这其实也算是过敏对吗 您说得太对了 其实我们把这些人群 就称之为不愿意过春天的人群 您看我们的春天是春暖花开 那他们的春天几乎是在受花粉的攻击 我们在看春天的时候是映入眼帘 而对于他们来说 这些春天是藏在他们的鼻子里 眼角上和皮肤中 这个过敏的症状出现的时候 真的是让人太难受了 就如同肚结一般 所以主持人要不然一会儿 一起跟我去医院看一看 好 看看我们涌动的过敏性疾病的人群 好 走吧 我们现在来到了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门诊 我们看到现在呢 就诊的人还真的不少 我们随机采访两个患者 您好 您今天是因为什么来就诊呢 就是一到春天以后 这个鼻子也不知道怎么了 一会儿留青鼻一贴 一会儿把他打喷一贴 然后呢 有时候鼻毒晚上睡不了觉 反反复复的 时好时坏 今天这边有时间嘛 想过来看看大夫 看看到底怎么了 到底是过敏性鼻炎了 还是感冒了 我看着不像感冒 但是吧 也有感冒的那些感觉 所以就拿不准 我跟他差不多 我也是过敏性鼻炎 但是最近呢 一到这个春季 总是咳嗽 然后还有点憋气 特别难受 完全就是鼻子喘起来气 然后张口呼吸也是 就一直胸口有个东西在压着一样 都是特别费劲 所以就今天必须得来看一看大夫 所以生看来有很多过敏性鼻炎的问题 需要向您请教吧 刚才呢 我在跟患者聊天的过程当中呢 发现他们对于鼻炎和感冒分不太清楚 这两者之间应该怎么区分呢 确实是 因为感冒和鼻炎啊 这两个疾病呢 它在有些症状上是叠加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从两点上 将感冒和过敏性鼻炎进行区分 比如说感冒除了本身鼻部不舒服以外 很快我们可能就出现咽痛啊 咳嗽啊 并且呢 我们容易有全身的症状 比如说四肢肌肉的酸痛啊 乏力啊 食欲的不振啊 甚至有的患者呢 还会伴有低热 但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呢 主要集中还是鼻部本身的症状 第二点就是 这两个疾病啊 它的病程是不一样的 对于感冒呢 它本身是有自限性的 一般一到两周就可以自愈了 而过敏性鼻炎呢 如果在我们不加干预的情况下 整体的病程要持续四周以上 所以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中 出现这种鼻痒 打喷嚏 流鼻涕 鼻塞 连续超过七天以上 我们就要考虑 很可能您是过敏性鼻炎了 刚才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了解到有一些患者呢 它不光有过敏性鼻炎的相关症状 而且呢还会有一点点憋气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呢 我们就要从过敏性鼻炎的发病机里呢 去给大家讲讲 我们的气道为什么会过敏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气道呢 它吸入到过敏颗粒以后 这个过敏颗粒通过鼻腔呢 可以进到我们整个的气道 它就会引起我们气管的反应性增加 那么有的患者呢 它就会出现咳嗽的情况 而且有的患者呢 它气道内腺体分泌增加 那么呢 这种咳嗽 咳痰 气速的情况就会特别显著 如果严重的话 我们的患者呢 因为出现这种急性的联合呼吸道的这种过敏性疾病的发生 那么患者可能就会出现整个气道的粘膜的水肿 尤其是我们说猴头的水肿 那么这个猴头的水肿呢 可能就引发我们的患者出现急性的一个呼吸困难 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要及时来医院进行就医 嗯 明白了 所以千万不能小瞧这个过敏性鼻炎 对 您说的太对了 你看其实很多朋友呢 真的是情不自禁地想在春天的时候走入到大自然当中 可是呢 一旦进入其中呢 真的是鼻涕一把 泪一把 也挺痛苦的 那我们在走入自然界之前 有没有一些自我防护的好方法呢 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准备了两样东西 那么有这两个东西在手呢 我们在走进大自然的时候 过敏性鼻炎的人群症状就可以显著地缓解 嗯 这个就是帮我们度花节的宝物 对 我们先说说大家最熟悉的这个 那这就是我们的口罩 但是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 不是简单的外科口罩 我们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 有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戴N95的口罩 跟运用口罩相比的话 其实N95口罩对于花粉颗粒的 过滤度是更强的 所以我们大家在户外运动的时候 我们还是建议提前戴上N95的口罩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防护 就是我们要进行鼻腔冲洗 那么鼻腔冲洗呢 除了可以把附着在我们鼻腔黏膜上的 像过敏原颗粒啊 刺激物啊 冲洗下来之外呢 它还可以增加我们鼻腔的自洁的功能 那我们鼻腔的冲洗液力啊 实际上是以海盐水为核心 其中呢还含有多种的离子 所以呢在冲洗的功能之中 是可以促进我们鼻腔里 纤毛功能的摆动 从而增加我们鼻腔的自洁功能 从而呢可以对我们的像鼻腮啊 流鼻涕的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嗯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具体该怎么做呢 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们拿到鼻腔冲洗器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呢可以是站位或坐位 但是呢建议您呢稍微的前倾 我们的头呢轻轻的进行一个偏移 把鼻腔的冲洗器要放到头侧向上的鼻孔内 喷头啊一定要朝向鼻腔的外侧臂 不要朝向中间的部位 否则呢容易造成鼻腔黏膜的糜烂 引起鼻腔的出血 放到鼻腔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按动我们的鼻腔冲洗器 那么呢进行鼻腔的冲洗 如果呢我们鼻腔内有一些分泌物 建议大家呢在冲洗之后呢 一定要按着一侧鼻孔进行醒鼻涕 可以将我们鼻腔内的分泌物通过冲洗呢 充分地洗出来 那么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醒鼻地的时候一定不要双侧同时醒 这种呢就容易造成我们的分泌性中耳炎 看来洗鼻子也是一个技术活啊 不像我们想象那么简单 只要是把那个水往里面一冲就可以了 那我们每一次清洗的时间应该怎么把握呢 我们建议呢日常养护上呢 希望大家早晨起来 晚上临睡前进行冲洗 当然我们从户外回来以后呢 大家也一定要进行鼻腔冲洗 每次冲洗的话 大概两到三分钟就可以 那如果要是有一些朋友 这个真的是游完公园回来之后 这鼻涕一把 眼泪一把 根本就抑制不住 甚至会有一些小小的呼吸困难的这种感觉的话 除了第一时间去医院的话 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 来更好地保护自己呢 在这里呢 我就给大家推荐 我们过敏性鼻炎患者肚结的三件套 那么这三件套呢 分别就是鼻喷的药物 口服的药物和生物靶相药物 那么鼻喷的药物呢 其实主要是以鼻用激素为主 那么鼻用激素呢 喷到鼻腔粘膜上以后呢 可以缓解鼻腔粘膜的水肿 减少鼻腔粘膜 腺底的分泌 让我们鼻塞的症状 流鼻涕的症状 得到迅速的缓解 尤其是大家过敏性鼻炎 症状特别重 夜间睡眠受到影响的时候 我们喷上鼻喷的激素 那么就可以快速恢复顺畅的呼吸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 是有一个方法的 也就是我们使用的时候 大家尽量呢 在手持鼻喷激素的时候 进行一个交叉的手势 也就是说 我要右手去喷左侧鼻腔 左手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要喷右侧的鼻腔 这样呢 我们的鼻喷激素 在进到鼻腔里的时候 方向呢 自然朝向的 就是我们鼻腔的外侧臂 那么这样呢 就不容易发生 我们鼻腔出现 黏膜出血的情况 只要出现症状 就可以使用相应的这个 鼻喷剂来缓解症状 对的 就可以了 那像刚才您提到 还有其他的一些口服用药 也可以治疗过敏性的鼻炎 这是什么样类型的药物呢 像口服用药呢 我们就是以口服抗阻胺药物 为代表的一类药物 那么这类药物呢 主要是针对阻胺 其实呀 我们过敏性鼻炎 在体内会产生大量的阻胺 这些阻胺呢 使用到我们的鼻腔黏膜 引起呢 我们鼻腔黏膜 像鼻痒啊 打喷嚏啊 流鼻涕 这一系列的症状 尤其是大家 鼻痒 炎痒的时候 那么口服上 抗阻胺药物以后 那我们的这个痒液 就可以迅速地控制住 那是不是当我们症状出现之后 才去吃这种药物呢 并不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像 抗阻胺药物为代表的 绿雷 它定 盐酸 吸地 沥禽 实际上呢 我们在过敏性鼻炎 发生前就可以使用 那么这样的使用呢 我们就叫预防性治疗 另外一点呢 我们对于 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病人 如果呢 您每年发病的时间 是有固定时段的 我们建议啊 口服的抗阻胺药物 以及鼻喷的激素 都可以关口前移 也就是在您每年 症状发作的前两周 去使用这样的药物 会使我们整个 过敏剂的症状 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 那针对过敏性鼻炎 有没有一些最新的 高科技的治疗的方法呢 确实有这样的药物 也是我们过敏性鼻炎 治疗的明星药物 生物靶相药物 这个生物靶相药物呢 针对的就是 我们过敏的蛋白 您看我们之所以 产生过敏的症状 就是因为啊 我们的身体 接触到过敏源以后 就在体内产生 一种特殊的过敏蛋白 这个过敏蛋白 作用于我们的鼻子 我们就会过敏性鼻炎 作用于我们的气管 我们就会过敏性哮喘 作用于我们的皮肤 我们的皮肤 也会产生过敏 所以说呢 如果过去的传统治疗呢 鼻子治鼻子 呼吸治气管 皮肤科治皮肤 那么现在呢 通过单一的生物靶腺药物 就会使我们这些 过敏性鼻炎 过敏性哮喘 以及皮肤过敏的患者 通过单一治疗 得到多重的受益 那通过您的介绍 我们感觉 对于过敏性鼻炎的 一些问题呢 真的是清晰了很多 谢谢您的介绍和分享 谢谢主持人 一安您晚 提示您收看 健康之路节目 当我们在 游远赏化的过程当中啊 发现很多朋友 不光会鼻子痒 流鼻涕 打喷涕 而且呢 还会有眼睛的过敏症状 他就喜欢老眨眼睛 眼睛痒 也是觉得比较头疼 眼睛它就是 它是流眼泪 眼睛痒 有时候我揉的都水肿 我不知道你们见过 那个眼睛肿得跟桃儿一样 就是痒实在忍不住 大家真是被冲光迷了眼啊 想要摆脱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状态 还得请眼科专家来支支招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北京大学第一院眼科的 吴远主任医师 欢迎您吴医生 吴医生我们在逛公园的时候啊 很多朋友提到最难受的感觉就是 眼睛奇痒无比 而且还会流眼泪 甚至呢 有的朋友眼睛 肿得就像哭过了一样 这些都算是过敏的反应吗 对 您描述的这些症状 就是我们临床说的 过敏性结膜炎 它全称应该是 季节性过敏性结膜炎 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时候 公园里或者是大街上的花粉浓度很高的时候 他们是这些患者呢 个人体质 对这些花粉呢 有一种过敏的表现 那么在我们的眼球表面的白眼球上 有一层结膜 这个结膜呢 它里面有一些细胞呢 是对咱们外界的致命源是非常敏感的 这些细胞叫做肥大细胞 花粉对黏膜上的肥大细胞 起了一种应激反应 肥大细胞呢 会分泌一些组胺这样的一些分子 这好比说火山一样啊 平时是死火山 我们可以在上面玩耍 但如果它因为外界因素 导致这个火山喷发之后 就形成了一个火火山 会喷出这些这种岩浆 这就有害的了 那么肥大细胞就类似于这个火山 它会从死火山变成火火山 这个过程呢 就是一个过敏的过程 而它喷出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岩浆呢 就好比是组胺分子 组胺分子呢 有两个作用 一个呢是在咱们白眼球上啊 引起一种炎氧的感觉 另外呢 它会引起这个血管的扩张啊 引起这种冲血变红的感觉 那如果时间长的话呢 这些过敏反应 还可以引起眼部的炎症反应 引起一个眼睛的高度的红肿 冲血 睁不开眼睛 跟陶一样的感觉 所以呢 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看到很多 有这个眼部过敏的朋友啊 就真的是 什么都顾不上了 只能用手去不停地揉眼睛 我们并不主张说患者呢 就是说养了之后呢 就使劲揉眼睛啊 但是这种感觉 可能真的是很难受啊 有的患者会表述说 我恨不得把眼珠子 抠出来的感觉 对吧 所以患者一般会 下意识地去揉眼睛 如果说特别轻度的 和频率很低的啊 揉两下 我认为关系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以 这样揉眼睛的方式 来解决过敏的话 那是一个不可取的行为 因为首先呢 这个使劲揉眼睛 它不能解决 眼睛痒的问题 其次呢 这种大量的揉眼睛的话 会引起我们眼睛前面的 这样的啊 黑眼球啊 白眼球的组织的损伤 更严重的话 如果是一个 比如说青少年啊 小孩 他的眼球还在发育的过程中 反复大量的揉眼睛 会引起我们前面 黑眼球表面的组织的一些变形 进而引起光呢 到眼泪之后呢 就不能形成一个完美的焦点嘛 形成一样散光和去光不振的现象 这是我们需要避免的 所以我看到这个公园当中呢 有很多人 为了减轻眼部的过敏症状呢 也是做了一些防护措施的 我们去看看他们究竟是怎么做的 好 每年到这季节都这样 它防护措施呢 就一个是戴口罩 呆净了 偶尔滴眼药水 能避免还是尽量避免 就是在开春花特别好的时候 忍不住来拍一拍 其他的就是羊柳水飘的时候 尽量少出去 所以当我们出现 有这种贵面性反应的时候 提前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功课 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 减轻过敏症状的出现呢 对 我带了两个小工具 帮助大家去减少 过敏反应的这样的一个强度 第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防风镜 防风镜的作用呢 就是把我们的眼睛 和我们的外界自然界 比如说空中的花粉 进行一个隔绝 是一个纯粹的物理隔绝 它的要点是 这个镜子呢 周边有一层硅胶 能够贴在皮肤上 而且贴合得很好 戴上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把我们的眼睛 和这个空气 进行一个阻隔 这样的话 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呢 尽管是空气中 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过敏源 但是它和眼睛呢 就被这样一个物理隔绝了 这是第一个方法 这样还挺酷的 对 所以这个就比墨镜要好很多 因为戴上墨镜呢 只能是遮挡紫外线 但是很多过敏源 还是可以通过这个空 钻进到眼睛当中 引起眼部的过敏反应的 对 第二个宝贝是什么呢 那么还有一个宝贝 就是这样的一个 像冰袋或者冰砖 这样的东西 放进冰箱里 然后冻成冰块 取出之后呢 我们可以拿一个干净的 这样的毛巾 或者纱布 把它进一个包裹 这样就变成了一个 自行冷敷的一个小的工具 如果演养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 眼部呢 这样贴着进行一个冰敷 这样贴着进行一个冰敷 冰敷为什么可以减轻过敏的症状呢 因为冷的话呢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血管的冲血呢 程度减轻 冷的话呢 还能使我们对羊的感觉 变得迟钝 所以冰敷呢 是治疗过敏的一个好的妙招 或者冰棍也行 对 你看出门的时候都会 带一些漂亮的丝巾 就可以用丝巾裹住冰棍 或者是冰水的瓶子 来给眼部进行一个局部的冰敷 没错 大约一两分钟就可以缓解了 还很快啊 对 如果要是出现了 严重的过敏的症状 比如说像你刚才提到 眼部已经肿了 甚至呢 是有很严重的黏膜的冲血 那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需要到医院来就诊 找我们专业医生来 给我们诊治一下了 对 那么我建议大多数的患者 只要是过敏了 都应该到医院来就诊一下 那医生呢 会根据患者的轻中重程度不同 进行药物的匹配 那如果患者的症状比较轻微 只是稍微点痒的话呢 我们建议他呢 用一些人工肋液 像这样的不含氓芙剂的人工肋液 这个药物的作用呢 是引起这个眼部的润滑 它能够隔绝我们眼表的 这些黑眼球 斑眼球和花粉的这个阻隔 引起一个物理的阻隔 对 而且呢 点药水之后呢 它还能把这个 停留在我们黑眼球和白眼球表面的花粉呢 进行一个冲洗 达到既冲洗又阻隔的效果 所以对于一个比较轻的 这样的一个过敏性结膜炎的患者 是有效果的 还可以进行二指的结合 把这个药呢 把这个药呢放在冰箱里冷藏 再出来点 既起到了冷敷 又起到了冲洗的作用 起效更快一些 更有效更安全 如果再严重一点呢 患者啊 然后眼睛又哄又痒了 这时候呢 我们会给予前面讲到的一些 根据它的机制不同 给一些药物 那首先呢 就是我们要针对这个 引起炎氧的这个分子 它的名字叫祖胺 对不对 我们要把这个祖胺呢 给它杀灭 叫抗祖胺药 类似这样的药物 可以有效地呢 阻隔 这个祖胺 和我们眼睛表面的 这个化学反应 当然我们想啊 如果说我们这个 引起过敏的细胞 已经分泌这样的 有害的分子的时候 我们光对抗这个分子 是有用的吗 是 但是不彻底 对不对 我们还需要把这个细胞 给它进行一个阻断 那么这个细胞呢 叫肥大细胞 我们说要用肥大细胞的 稳定剂 所以这样的药水 就可以让这个肥大细胞 也就是引起我们 也养的根本的原因的 这个细胞 处于一个稳定状态 不再分泌这样的一个分子 所以对于一个 中株的患者的话呢 他需要既用这样的一个 抗阻胺药物 也需要使用 肥大细胞稳定剂 或者说市面上已经出现了 抗阻胺和肥大细胞 二合一效果的质剂 但如果要是更严重了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不光是黏膜充血 而且起氧无比 甚至呢 整个的眼部 全都已经肿起来了 都影响视线了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如果已经到了 特别严重的情况下的话 那我们还可以用一点 就是糖皮的激素 就是老百姓通俗所说的激素 激素的用法呢 就是一天点两次或三次 但一定是要在医生的指导 下去使用的 它能够比较迅速地缓解 眼睛的水肿 充血和这样的眼碱的肿大 我觉得对于这些 眼部过敏的朋友们来说 出道门 这包里揣的东西还不少 那如果说往年就有过敏史了 那我们今年 能不能有一些预防的办法 能够让我们的过敏症状 出现得晚一点 轻一点 甚至是不出现 有这种可能吗 有可能 如果一个患者朋友 已经知道自己是一个过敏体质 他知道自己 每年在固定的时候会过敏 就是花粉剂嘛 是吧 一般在三月底 他可以提前一周到两周 把我们前面讲的 这样的一个肥大细胞稳定剂 先用上 如果我们提前 让他进入一个休止状态 就跟火山似的 提前进入一个休止状态 它不再喷发 那么他这个春天 可能都舒服了 理解了 非常感谢吴医生 今天跟我们的介绍 您现在收看的是 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敖冬 安神补脑液 独家冠名播出 敖冬牌安神补脑液 安神又补脑 睡好精神好 其实我们今天 游园的气候 真的是非常的舒适 现在户外的温度 差不多有25摄氏度左右 按说是可以穿短袖和短裙了 但是我发现 游园的过程当中 很多游人 却把自己包裹得非常的严实 细打听才知道 有很多朋友 不光会有鼻子 眼睛的过敏症状 同时皮肤上 也会有非常不适的过敏反应 我们去问一问 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感受吧 我们看旁边有一群小朋友们正在春游 看看小孩会不会也出现过敏的症状呢 走 我看别的小朋友都没戴口罩 你今天为什么还戴了一个小口罩呀 因为我前几天过敏了 身上很痒 所以我爷爷和奶奶 带我去医院看了一下 大夫怎么说的呀 你还记得吗 他说我对话很过敏 所以奶奶就让我出来戴口罩 那你今天来春游的时候 还有痒痒的感觉吗 除了头学下地方都很痒 就跟蚊子定位一样 老师您觉得现在班级里边 过敏的小朋友们多吗 比往常多一些 就是春天的时候花粉比较多 就会对孩子造成过敏的现象 因为孩子的皮肤比较细嫩 所以说他们拿完之后 就会起一片的红疹 某些小朋友以前没有这种情况 但是今年就会发生身上起红疹 不知道是不是自身的免疫力有险下降 面对春季突发的皮肤问题 我们又该如何自救呢 听听皮肤科专家怎么说吧 这位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性病科的 赵作涛主任医师 欢迎您赵医生 主持人你好 在冲光当中很多人皮肤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且很多人也特别好奇 说明明以前并没有过敏的症状 但是为什么最近恰好就出现了这些过敏的反应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很多人认为我过敏了是免疫力下降 那实际上过敏并不是免疫力下降 过敏呢是我们人体长期进化的过程当中 形成了一个神经免疫学系统 我们要识别外来的危险 细菌啊病毒啊我们要去杀灭它 但是过敏的人群呢 它是过度的活化了免疫 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像陈板 它对身体没有太大危害 但是如果我们过敏的体质识别了它 会过度的产生免疫学反应 就好像是杀敌一百 自伤一千 那这种免疫反而伤害了我们自己 所以过敏的本质是免疫力的紊乱 甚至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免疫力抗进 所以提高免疫力反而会加重过敏 所以可以理解为我们的免疫越来越好了 我们吃得越来越好了 那过敏反而多了 我们去公园里玩的时候呢 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反应说 为什么在公园玩完了之后啊 比如说碰一下自己的皮肤 就会出现很多的小红疙瘩 或者是红疹子 这些红疹子和过敏有关系吗 其实这是非常常见的 一种过敏的皮肤的表现 第一种情况呢 叫人工蕁麻疹 什么叫人工蕁麻疹呢 也叫压力性蕁麻疹 就是在皮肤上 比如说那儿痒了 你这么一划 就会鼓起来一条一条 那个肠的隆起的风团 一片一片的特别的痒 是的 一片一片 抓一条一条的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可能是湿疹的表现 特别是儿童湿疹 春暖花开了 带孩子出去玩 比如花粉很多的地儿 或者紫外线很强的地方 或者玩了脏沙子脏水 那就会起很多小红疙 那么这种也叫湿疹 那在我们现在叫做特影性皮炎 也是一种皮肤过敏的表现 第三个呢 是我们的面部的敏感皮肤 比如说像很多的女孩脸容易过敏 她的脸皮肤屏障被破坏了 我们叫敏感皮肤 当外界的紫外线很强 当花粉的浓度很高 比如说像漂毛沫的时候 这些东西落在你脸上 那么很多的过敏源 一下都落在你脸上 当然你就受不了了 那可能平时你在室内 还可以忍受 但是如果来到了户外 突然大量的花粉 大量的过敏源 那你就招架不住了 没错了 就好像有一个敌人来打你 没事 来了一百个 来了一万个 你就受不了了 但其实还是因为 过敏源太多了 浓度过高 就无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 是的 那最后一种情况 就是刚才提到的 因为小朋友 她的皮肤很嫩 非常容易被蚊虫钉咬 我们叫虫咬皮炎 也叫丘整性蕁麻疹 比如说蚊子咬了一个地儿 它就会鼓起来 一个特别大的膜 就是整个手 整个脸都肿了 而且像丘整性蕁麻疹 那会起片膀 而且会起泡 会流水 它的那种免疫反应 会非常夸张 是又像刚才我们说的 过敏是免疫过度反应了 当这种造痒出现的时候 如果被挠破了 甚至是挠出血了 这个是不是麻烦也挺大的 过度的烧抓 会破坏我们皮肤的保护层 皮肤是有一个屏障的 当你把保护层破坏了 会有更多的过敏原剂来 反而会加重过敏 那皮肤呢 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 它是分布在人体 和外界交界的一个地方 所以它有非常多的保护功能 保护我们人体 避免受到外界的伤害 表皮层就是我们所谓的 皮肤的最外层 或者说皮肤的屏障 最外面这一层 就是我们的脚趾形成细胞层 这层呢 就是我们平时 大家所说的像搓澡 掉的那个泥 其实就这层皮 这层皮被破坏了 我们的皮肤屏障 也就被破坏了 所以对于所有的 过敏的患者 不管是私诊的 还是敏感皮肤的 包括玫瑰搓疮的患者 就是要把这个保护层修复好 那怎么做呢 尤其是到了户外 之前我们去公园里玩的时候 不少朋友也有自己的一套 保护皮肤的措施 我们去听一听 他们是怎么做的 会提前准备好药品 然后戴好一些口罩 等一些防护物品 这都是成绣衣服 不敢穿短绣 穿短绣就得戴套袖 用的要多了 看的医院也不少 也不管事 看完了就 当时抹上管点事 一会儿就不顾行了 赵医生刚才呢 我们在这个短片当中也看到 大家为了减轻皮肤过敏症状呢 最主要做的措施就是物理防护 对 那对于皮肤科的医生来说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怎么样把我们全副捂装起来 让我们减少过敏症状的出现呢 那我们皮肤科呢 有三宝 都是什么 第一个呢就是物理的防晒 那我们建议大家打伞 戴这种遮阳帽 或者是戴墨镜 这样的话你把整个的 这种防晒的区域就全部挡住了 那么尽可能地避免紫外线 直接地照射在我们皮肤上 这个我可有经验 是的 出门的时候真的是 压根连亲妈都认不出来 你到底是谁 是的 为什么呢我们要戴上防晒的帽子 你看把脸遮住 然后还要戴那种防晒的口罩 它那个口罩是能够遮住 太阳区这个地方 对是的 还要戴这个叫冰袖 冰袖 对 还有手套 是的 那这种防晒的硬武装呢 我们可以说是一种硬武器吧 它可以避免我们的紫外线过敏 也可以避免我们的花粉 我们的过敏源 像毛毛 落在你的皮肤上引起过敏 所以这个当然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武器 那第二个呢就是防晒霜 那我们可以直接涂抹在我们外露的部位 比如说我们的面部啊颈部啊 像刚才说的手部啊 或者外露的部位 那一方面是可以防晒 那防晒一定要注意 我们一定是在出门之前 20分钟到30分钟去涂抹 那么涂抹晚了是没有意义的 或者如果遇到水了 一般我们建议再次涂抹 差不多在两三个小时重新涂抹一次 这样才是一个真正有意义的防晒 那么除了这个硬的武装和软的武装之外呢 还有对于湿疹的患者 我们建议那么全身的去涂抹润体乳 在皮肤和临床会建议用一些大罐的 当然这是小罐的 大罐润体乳 我们不是这么抹一点 而应该是用手咬这么大的量 才是合适的量 这是全身的量 这是全身抹量 对 全身抹量 全身都需要做保持 全身都需要抹 来预防这个 是的 因为过敏所产生的症状 对于过敏呢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判断 所有的湿疹的患者 一个是看小腿的前方 就把裤腿拉起来 如果前方像鱼鳞一样的这种改变 或者摸上背部 摸起来麻麻拉拉的 像小米粒一样改变 所以你皮肤是干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要全身的大量抹油 当然脸上也要抹油 这样的话将人体和外界有隔开 那么这样的话 你的身体就不容易 被外界的过敏源 花粉所侵入进来 它形成一个隔离 在我们涂抹这些人体乳的时候 当然我们涂抹的是最外层 但实际上它是有些渗透作用的 所以在整个的表皮 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滋润的作用 这是整个的表皮层 那下面这个是真皮层 真皮层它是达不到的 其实像我们在生活当中 也多少有一些治疗过敏性反应的小经验 也不知道对不对 和您分享一下 你看比较常见的方法 就是一旦有了这个大片的红疹子之后 会涂抹一些药膏 那个药膏当中 多少会带有一点点的激素 它也有止氧的作用 也有消除红疹子的作用 那一旦要是过敏的症状出现了 用这个方式合适吗 其实这个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 那么我们常常临床会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过度害怕激素了 就是我们叫激素恐怖症 就谈激素色变 我很多的患者一进来 做想 医生我不用激素 别的我们都可以谈 实际不是这样的 其实激素反而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药物 比如说像孕妇 比如说像一些特殊人形 像肿瘤的患者 其实反而你可能只能用激素来治疗 没有其他的药物 所以激素的安全性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反过来讲 你不能盲目地用 比如说像你刚才提到的 那你还没有判断 它是哪种性质的疾病 比如说感染性的皮肤疾病 那你抹了激素就会加重 感染性就是有破溃了 比如有破溃 流水 流浓 但可能对于普通人 可能不太容易判斌出来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 尽可能地如果症状很剧烈 或者皮疹很严重 还是医生那儿就诊 绝大多数的皮肤科医生 都可以很轻易地就判断出来 你的皮疹的性质 然后采取一个合理的治疗的方案 但是据说治疗皮肤上的过敏症状 很难 那我们专业的皮肤科的专家和医生 有什么高招 那对于循玛症而言 可能老百姓知道的 就是口服看过敏药物 像绿类态定 吸体力气等等 都可以吗 这类药物都是可以的 但是只有一半的人 可以通过这样的药物 合理地治好 那在临床上我们见到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治疗不足 什么叫治疗不足呢 就比如说我今天吃药 今天好了 明天不吃就有饭了 你就觉得美好 对啊 是这样 我们总觉得这种抗过敏药 只能治标啊 它是有疗程的 比如说你需要吃六个月 所以那你连续口服六个月 你这个病才能好 那你非要连续口服三个月 那它就好不了了 我们以为就是 抗过敏药只是一个应急的药 比如说为了预防 这个发生我们吃一场 或者是已经发生了我们吃一场 可能短暂地能够起到 一定的治疗的作用 其实并非如此 并非如此 它可能是一个需要长时间治疗 才能够看到很好的效果 对 像我们可能是全球最大的 血脉诊中心 那大概平均 慢性血脉诊的患者 要吃口服四八个月的药物 才能够治好 十八个月一年半 一年半 慢性血脉诊 对于那些控制不好的 那我们另外一个治疗不足 就是你单纯用了抗椎 还不行的患者 可以使用新一代的 比如说像生物质剂 像小分子药物 这些药物的良效会更好 这是发挥什么作用呢 它是通过 把像你的发病机制的核心 就像我们在打仗里面 使用导弹一样 它把你的病根给去掉了 病相的 它只针对它 不针对别的 那么这样的话 当然大概90%的人 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 那么还有10%的人 可能需要联合其他的药物 所以因为我们只是想说 有这么样的一些新的药物 这些药物上市大概也有20年了 但是可能在中国 因为上市比较晚 所以很多人还不知道 实际上像寻麻疹 我们认为已经是被攻克的疾病 包括像医学病 像很多其他的疾病 都是因为有新一代的药物 那针对湿疹这一块 我们有什么很好的治疗的办法呢 湿疹的患者可以常备一些 常用的湿疹类的药膏 那么如果痒了就赶紧抹上 避免孤独烧抓 一抓越抓越痒 越抓越破坏屏障 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然后对于那些玫瑰窗窗 或者敏感皮肤的这种小美女们 那么当外界的花粉落在脸上 那么也建议赶紧清洁皮肤 必要的话建议备一些冷喷物 备一些蓬酸类的溶液 或者是一些常用的一些面膜 赶紧附在脸上 保湿的 尽可能是抗过敏的 抗过敏的面膜 或者是抗炎症的 对 是的 那就是医用的面膜 而不是普通的 我们日常的保湿和美白的面膜 对 是的 那这种情况下赶紧给皮肤降温 避免记忆不恶化 出现那种比较严重的后果 看来真的是要不断地 更新自己的医学的认知 是的 好 谢谢赵医生 今天的介绍和分享 那今天通过三位医生的介绍 已经给大家提供了 一个全方位的保护 真的希望大家 能够尽情地享成光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